出埃及記 第三章 1-12節 摩西與燃燒的荊棘 摩西牧養他樂父 米田祭司葉剔羅的羊群 一日領羊群往野外去 到了神的山就是河裂山 耶和華的使者從荊棘裡 火焰中向摩西顯現 摩西觀看 不料荊棘被火燒著 卻沒有燒毀 摩西說我要過去看這大異象 這荊棘為何沒有燒毀呢 耶和華神見他過去要看 就從荊棘裡呼叫說 摩西 摩西 他說我在這女 神說不要近前來 當把你腳上的鞋脫下來 因為你所站之地是聖地 又說我是你父親的神 是阿伯拉罕的神 以撒的神 雅各的神 摩西蒙上臉 因為怕見神 耶和華說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 我實在看見了 他們因受督的管轟 他們因受督公的管轟所發的哀聲 我也聽見了 我原知道他們的痛苦 我下來是要救他們脫離埃及人的手 令他們出了那地 到尾好寬闊流乃乳與蜜之地 就時到加南人 黑人 阿摩利人 比利洗人 欺美人 耶布斯人之地 現在以色列人的哀聲 達到我耳中 我也看見埃及人 怎样欺壓他們 故此 我要打法你去見法老 使你可以將我的百姓 將以色列人從埃及領出來 摩世對神說 我是什麼人 竟能去見法老 將以色列人從埃及領出來呢 神說 我必與你同在 你將百姓從埃及領出來之後 你們必在這山上侍奉我 這就是我打法你去的證據 神經病 姐妹平安 神經病 姐妹平安 我們一起在網絡上聚會 我們會在網絡上聚會 我們會讓我們一起 我們會聚會 我邀請你 可以找一個很舒服的位置 坐下來 你可能會請你 如果可以請你 可以找一個很舒服的位置 坐下來 你會停下 你手中正在做的事 你會聚會 讓我們一起 預備我們的心 來聆聽神的話 讓我們一起 來聚會 我們會聚會 讓我們一起 一起做一個禮告 讓我們一起拜 Je 無論我們現在 在哪裡 都求你 幫助我們 讓我們 既然你藉著網絡 藉着今天的信息对我们说话 愿圣灵感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愿我们听到你的话语 我们依靠你 我们的生命就被转变 愿你成为黑暗中的光 无论我们生命处在任何困境中 愿你带我们走出这条 给我们一条出路 愿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 听我们祝告 听我们的祝告 在祈祷的圣名祈求 在祈祷的圣名祈求 阿们 我们看到了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从祂的出生 一直到四十岁 我们看到的第一个部分是 从祂的出生 到祂的四十岁 年轻的摩西在埃及 接受了非常好的教育 我们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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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西在埃及人 非常好的教育 圣经告诉我们说 都非常有能力 他接受到最好的教育 他能力出众 他很好的 和年轻又有能力的摩西 大概认为他在那个时候 什么都可以做 生命充满了无限的 他看到自己的族人被欺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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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可以欺して我们 以斯�秋人 你怎么可以欺负我们 怎么可以欺负我们 你怎么可以欺负我们 hoe可以欺负我们 这就是不平等啊 但我认为它rze暂靂 然后摩西不单单是在 朋友圈里面写mers 发出他的 愤怒的声音 他还出手 把那个欺负人的人 给杀害了 我们看到 一份填英的摩西 杀死了那个埃及人 很多时候我们 很生气 我们就想要做一件事 但是当我们做出来了以后 发现这个事情的后果 我并不能承担 我发现这个事情 就导致年轻气盛的摩西 逃到了匡野 而也开启了他人生的 第二个四十年 我们看到虽然在这里 他遇见了他的妻子 他在这里结婚 生子 但从他给儿子起的名字 我们也可以感受到 摩西的无奈 但我们看着 在出埃及记的二章 二十二节说 摩西给他起名叫 哥顺 意思是因为 我在外邦做了 积居的 而这样一过 就过了另一个四十年 在今天我们读的经文 第一节我们就看到 摩西已经八十岁了 但他自己没有资格 我相信在那个时候 摩西大概对自己的一生 已经盖棺定论了 我在这里要问大家 两个问题 可以想一想 如果你是一个公司的老板 今天你的公司 要开拓一个新的业务 所以你需要去招一个人 来带领这个业务 然后投简利的人 来了三个人 一个人是二十岁 一个人是四十岁 然后一个人是八十岁 请问你最不可能 选谁 你最不可能选谁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是关于你的人生的 如果你可以把你的人生 展开来想 你觉得在你的一生中 哪一个年龄段 应该是你生命当中 最有活力 最充满盼望的 在哪个年龄 你觉得你是最有可能 做出一些了不起的事情 这是第二个问题 这是第二个问题 在教会的时候 我经常听到一句话 我经常听到一句话 我经常发生 然后一起过生日 然后一起说 我经常听到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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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还没有玩哦 那是还没有玩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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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经常听到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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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经常听到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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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是我们有时候 也会感参与一件事 因为我们就陷入这样的焦虑 因为我们随着时间的流失 我们觉得人生的价值 也随之消失 人生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小 这体现了我们 对于我们价值的焦虑 特别当我们看自己的时候 可能有的人学习非常好 但他却少了人际关系 但他没有关系 也没有朋友 可能有的人非常会赚钱 但是最后发现自己 我好像没什么学问 然后他们发现 也认为那些孩子 也认为那些孩子 可能有的人什么都会赚钱 可能有的人什么都会赚钱 但却还没有遇到 一个合适的爱情 我们特别是会对于自己没有的部分 我们最容易质疑自己的价值 然后我们再看看时间 如果我们看过去的时间 我感觉现在做什么好像都晚了 我们只能说 我们只能说 时间过得太快 我老了 我没有用了 我们只能说 时间太快 我太老了 我可以不再来 我现在在这种焦虑中 现在我们在这种 自我价值的焦虑中 而同样更让我们焦虑的时候 就在我们焦虑的时候 时间依然在流失着 然后人生就在这样焦虑和失望中 感觉就越来越走向了尽头 所以我们如果再看看摩西 特别是这位八十岁的摩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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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我们也能或多或少 能体会到他现在的心情 我们可能会常常会 感觉到他现在的心情 我八十岁了 我现在八十岁了 什么都没有 现在他在为我的岳父放养 所以对于摩西来说 他对他的生活 还会有什么期待吗 所以这一天呢 他就如同每一天 放岳父的羊 因为他今天会跟昨天 因为他觉得今天 今天会跟昨天一样 所以他觉得明天 也会跟今天一样 每天就朝九晚五的 就是放养 放养 放养 但这一天呢 不知不觉 他就走到了河列山 然后摩西就看到一个 很有趣的景象 然后摩西就看到一个很有趣的景象 然后摩西就看到一个很有趣的景象 然后摩西就看到一个草莓被火烧着 却没有被烧毁 很显然这个画面吸引了摩西的注意力 但是摩西看到是一个不寻常的景象 但是摩西看到是一个不寻常的景象 神开始叫他的名字 摩西 然后神对他说明了神的心意 然后神对他说明了神的心意 他们的祷告我也听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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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下来呢 就是要来拯救他们 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 然后带他们进入到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去 然后带他们进入到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去 然后带他们到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去 在那个地方就是又流奶又有蜜的地方 我们在这里可以试试一下 我们可以在这里看看 摩西去放羊 然后看到一个景象 是不寻常的景象 然后他去看 然后这个景象对他 从里面有声音对他说 然后从里面有声音对他说 而且它是神的声音 那是神的声音 神说我要来拯救你们了 我下来就是未来 要来拯救以色列民 如果我是摩西 我会想说 哇主啊你太好 你终于听见了 神的你终于要出手了 哇你知道吗 四十年前我就看到他们很苦了 四十年前我已经看到我的民族 你还没出手的时候 我已经出手了 哇现在我终于等到了 但是我终于等到了 我要看到一个更大的意象 我会看到一个更大的意象 神终于要拯救他的百姓 因为神终于要拯救他的百姓 但是我发现神说话没有停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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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神继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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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说 所以呢 我要让你去找法老 跟他谈一谈 找你去把以色列人救出来 你必须把我的民族 的以色列人 从 Egypt运动 Oops Oops Moses就想说 我是来看热闹的 Moses就想说 我来看热闹的 我来看一个大观看 这个怎么 这里面怎么还有我的事呢 但怎么能让我还做到什么 而且 这件事你说你要做 我觉得太棒了 因为你是神啊 你是全能的神啊 如果您这个想要做 那是很美 因为您的奥带的神 但这件事对于我来说 简直就是天方夜谈啊 但我对于我来说 就是天方夜谈啊 而Moses对神说 而Moses说 他说对神 嘿 你看看我 你没说错话吗 你没说错话吗 我是什么人呢 我怎么能去见法老呢 我怎么可能带 以色列人这么多人 去出埃及呢 我们想想 人大概什么时候 会产生焦虑 就是当他发现 自己的能力 与他所要做的事 非常不匹配的时候 它就是会产生 在这种焦虑当中 特别就是在摩西 在他晚年的时候 他觉得自己能力 非常的弱 我们看到 如果一个人 一生都是 默默无闻 都是这种 普通的 在矿野生活的人 可能他也不觉得什么 就是 所以 对人 在一种 的温暂 和平 的温暂 在一种 但特别是 那种 曾经 晒晃过的 但特别是那种 但特别是那种 曾经晒晃过的 灰煌的经历的时候 在这个时候他发现自己已经80岁了 这个任务是绝对绝对不可能的 所以他对这件事会产生怀疑焦虑 这是非常正常的事 为什么在等我什么都还没有的时候 要让我做一个这么大的事呢 为什么这件事会发生呢 当我完全没有什么都没有 特别是这种又大又难的事情 特别容易发现我们是这么的渺小 这么的没有用 然后你完全感觉到很小 和利益你会发现 其实我相信很多时候 我们也经常经历这种事 不是吗 我相信我们也经常经历这种事 当时我决定要奉献自己 就是我说主啊 我愿意服侍你 我要成为一个传道人 那个时候我对于圣经还不熟悉 但神就透过一些感动 让我来看 提摩太前书的四章十二节 然后我就翻 我其实不太知道 那段经文在写什么 那个时候 在那个时候 我其实不太知道 那段经文在写什么 翻开一看 我还说 哇 这节经文还真是给我写的 因为我当时决定说 主 奉献我自己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才二十四岁 我认识在神学院的时候 我在Delft当服侍 小小的教会 大概就15人上下 这是一个小的教会 在我认识之后 我也期待说 教会可以把我安排在同样的地方 那我认识到 我希望我的教会 那我认识到 那我认识到 这样的安排很合理 那我认识到 也很合理 不过我没想到 教会把我安排到 安恒当 但我认识到 我认识到 当时我的心态 就像是摩西的心态 一样 我说神呢 你没有搞错吧 我那时候跟神推脱 我那时候跟神推脱 我也跟牧师推脱 我说 想想清楚吧 我问他 你可能会有点 想想清楚吧 就凭我 就凭我 就凭我这种菜鸟传道 我刚刚毕业 就把我放到 这么大的教会 我怎么服事啊 我就想到那些经文 他说不叫别人小看我年轻 我自己都小看我年轻了 我说你说我跟谁比呢 比长辈 我不如别人有经验 别说人生的阅历了 就算单比信主的时间 我可能还不及别人的领头 我们有学生工作 但是在安恒汉的学生 各个都比我有知识 有学问 那服事工作的人呢 我又没有工作经验 服事餐馆的人呢 我也没有吃过别人那些苦 我发现我来到这儿 我就发现我哪边都不到岸 然后我就说主啊 我怎么服事在这个教会里呢 我问他说我怎么服事在这个教会里呢 我问他那时候我非常抗拒 那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考虑的所有的因素都在看什么 我所考虑的所有的因素都在看我自己 我用我的经验 看我的能力的时候 我变得非常的自卑 然后在那个时候 我就对自己的价值 产生了很大的焦虑 因为你不把我放在这里的时候 我觉得自己还行 但当神把我放在这里的时候 我就发现 哇我真的是没有用啊 没有价值啊 但当我来到这儿 我认为自己像什么呢 就像这个草莓一般 这是我在我们去 以色列的时候拍的 这是一照片 这是一种旷野的草莓 这是一种旷野的草莓 其实什么是草莓啊 这是一个离开树的 就是离开树的一个树枝 这是一个种旷的草莓 死了 是死了 没有用了 是干了 是凉了 以色列人不喜欢草莓的 以色列人不喜欢草莓的 我认为这种东西 就像是华人说 就不吉利 也认为这种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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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认为这种草莓 相比于草莓 以色列其实喜欢 另外一种植物 以色列人 也认为一种草莓的草莓 以色列喜欢葡萄 他们认为葡萄 因为葡萄可以很丰富 可以接触很多的果实 因为一种草莓 也认为这种草莓 也认为很多草莓 然后我们看到 我们教会的团体 也有用葡萄来取名 叫葡萄之子 然后我们看到 我们有一个佳生 第一个名字 也有用葡萄之子 包括安行堂 这个教会 其实它也叫 The Rank 它也叫葡萄之子的意思 也就是葡萄之子的意思 也就是这种草莓之子的意思 也就是这种草莓之子的意思 这种草莓之子的意思 也就是这种草莓之子的意思 也就是这种草莓之子的意思 我到现在 好像还没有听到 哪个教会 叫自己是草莓之子的意思 但是我当时看到 就是我一去以色列 我一看到这个 我就明白说 哦原来这就是草莓 当我去以色列 我当我去以色列 我当我看了 我当我看了 这种草莓之子 我觉得自己很多时候 就像草莓一般 我当我感觉到 我感觉到这种草莓之子 没有出现 你不会觉得 少了什么 如果它没有出现 你不会觉得 你不会觉得 少了什么 放在这里 又刺人 又没有用 如果它有什么 你会感觉到 什么是在路上 那种草莓之子 所以那个时候 我就觉得 神哪 你干嘛 把我弄到这个地步 为什么让我这么难看呢 但如今 当我回头看到 神这样一步一步 带领我的时候 其实我很感恩 神在那个时候 就借着这件事 把我的不足显出来 因为我只有知道 自己不行的时候 我才不会靠自己 因为我觉得 自己不行的时候 我才发现 我需要依靠 那位呼召我出来的神 我发现神呼召我的经文 不单单是 在我刚蒙召的时候 有用 同样对于我 现在都很有用 因为我发现 自己的不足 自己的年轻 我自己会做 很多错事 我可以很多东西 但每次经历 在这种焦虑中的时候 但每次 我发现 我无路可走 只有一条路 就是在耶稣基督里 找到那一个 唯一的出路 就是重新依靠主 重新地去跟着他走 我发现 我发现其实 我们一直都在努力 建造生命的价值感 我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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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单单是我们 我们对于我们的孩子 也都有那种期待 我们看到很多家长 希望自己孩子 好好学习 努力学习 未来可以做医生 可以做律师 这种 我们看起来觉得 这个才是最重要 就是可以体现出 价值的工作 我们看到我们 透过这些东西 来积累 我们生命的价值感 但是人生 就是人生 不见的都是一番 顺利的 我们看到 当我们遇到 动荡的时候 比如说 遇到经济的动荡的时候 收入就不够了 而且我们看到 当政府条例一变 很多工作 也变得不稳定了 如果你是个餐馆的老板 如果你经营一家公司 不论是大小 你都会体会到这种 这种不稳定性 带给你的焦慮 如果是一个小企业 你会发现 而当面对疾病 甚至死亡的时候 你会看到 我们努力堆积的这些 可以成为我们 价值感的东西 会随着时间 和不容易的事情 被挪走的时候 我们还剩下什么呢 我们还剩下什么呢 虽然我们非常不想有这种焦虑 但其实这种焦虑 有时候对于我们来说 是非常的必要的 因为只有在这种 挣扎中 我们才会 刺激思考 我究竟是谁 因为在这种焦虑 你会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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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那是什么 什么 特别是当这些 面具 盔甲都被挪走的时候 钱啊 财产啊 甚至疾病 我们的健康 我们的生命 当被挪走的时候 剩下的那个 才是我们真的自己 当我自己的真实 被显露出来的时候 一样 那是像我刚刚分享 我自己的刚刚经历一样 他记得我们之前讲 浪子回头当中的小儿子嘛 他觉得财产很重要 他觉得自由很重要 他觉得自由很重要 你看到他得到财产 得到自由的时候 他多么的开心 他离开家是多么的利益 他一直气壮 但他是什么时候 醒悟过来的 但当他被争取来的财产 被用光的时候 当他不在自由的时候 当别人不在正眼 跟相看的时候 当他一无所有的时候 当他一无所有的时候 当他一切的东西都没有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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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本我 把我们拆毁 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看看 真实的自己 究竟长什么样子 那种本我 神通过这种焦虑带给我们本我的反思 而神通过这种焦虑带给我们本我的反思 而神通过这种焦虑带给我们本我的反思 而这焦虑的产生来自于说我们太过关注自我 但焦虑也会带给我们发现自己的无力 而这种焦虑带给我们发现自己的无力 在焦虑中我们会发现哎呀我无非只是一个经济而已 而面对这种自我否定带来的焦虑感 其实世界也有一种对抗焦虑 就是说我可以 就是自我肯定 我可以我行 我什么都可以做 我是有价值的 用一种强心真的方式加剧自己的自信心 但深究其缘我们发现这种方式无非是换汤不换药 用这样的方式我们无非是从自卑的一边跑到了骄傲的另外一边 我们还是在关注自己或者说我们还是在麻痹自己 因为你仍然看着自己 但圣经在引导我们面对焦虑的时候并不是用这样的方式 但圣经也不是说让我们在自卑和骄傲当中找一个中心点 圣经用了另外一种方式 一方面 圣经反映出我们的空虚 软弱和无能 但圣经没有停在这里 神并不是让我们 或者说让摩西说 你就是一个经济 知道这件事吧 没有停在这里 而是神要让我们看见 并且经历 就像我们这种 没有用的经济 可以被热火燃烧 并且不被烧坏 因为它就是那团火 因为这团火要与经济同行 因为在被神的火围绕 经济才能呈现出一番不一样的景象 所以当摩西质疑神的时候 当摩西质疑神的时候 摩西说 我是谁啊 我怎么能做这种事呢 神怎么回答 神说 我 必与与你 与你同在 神在提醒摩西的事 神在提醒摩西的事 神用意向来提醒摩西 你是一个经济 但神在这里提醒摩西的事 不要再看你自己是谁了 你要看我 你要经历的事 我与你同行 并且神给摩西一个特别的记号 就是当你 你从百姓领出来之后 你必在这上侍奉我 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可以在这个时候 可以反思一下 我们今天还在对我们所做的事情 还有热情吗 当我们发现 就是说 这些金钱 我可以争取 这些名声 我可以追求的东西 尽在咫尺的时候 可能我们热情满满 但我们发现 我们这种堆叠价值感的东西 对我们要不可及的时候 我们可能就会空虚 我们可能会冷淡 我们可能会冷淡 我们可能会失去热情 我们就会失去热情 陷入焦慮和恐慌之中 产生就是抱怨 愤怒 我们特别是在这种世界 都被疫情的阴影笼罩的时候 昨天我们一起参加个团契 在网络上 带领的弟兄问我们一个问题 他又问说 你觉得疫情带给你什么影响 当然有些人说 疫情影响我很深 我很难过 有人说 我已经习惯了 我还OK了 当然我们知道我们也有的人 对政府很抱怨 很不满 怎么才这么晚 但带领的弟兄在最后 问我们一句话 我们虽然都很忧愁 或者我们又变成了一个新的正常的情况 我们习惯了 带领的弟兄问我们说 我们有没有祷告 我们有没有祷告 我们有没有知道神与我们同行 weten we dat God met ons mee gaat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 就在这个时候 我们是否对于我们要做的事 失去了热情吗 我们是否觉得说 昨天跟今天一样 明天还会跟今天一样 但从今天这段经文的事 我们看到 神就是在摩西这种绝望的时期 发出了一个不一样的邀请 因为神要让他经历的是另外一种热情 因为神要让他经历的是另外一种热情 同样 神通过耶稣基督的扑人 也对我们发出了一个不一样的邀请 就在罗马书的十二章第一节 所以弟兄们 我以神的慈悲 勸你们 将身体线上 当作活计 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侍奉 乃是理所当然的 在这里的侍奉 可以翻译成 敬拜 我们看到 你可以翻译成 工作 你们如此敬拜 或者你们如此工作 是理所当然的 当我们越发地明白神的恩典 神的慈悲的时候 我们就会越愿意成为一个活计 我们就会越愿意成为一个活计 因为你说 神啊你太好了 你太值得了 而有一位就替我们 先完成了这个工作 谁呢 答案当然是耶稣基督 你知不知道 耶稣不单单体现了 神慈悲的终极形式 我们看到 耶稣不单单体现了 神慈悲的终极形式 他同样也把自己献上 他透过一个最无助 最没有用的方式 他用自己的死 成就了神的恩典 我们看到 耶稣道成肉身 走上十字下这件事 我们看到 耶稣道成肉身 我们看到 走上十字下这件事 不是为了他自己 不是为了他自己 是为了父神 是为了我们 而为我们 所以当我们真的认识到 耶稣的牺牲的热情的时候 当我们真的认识到 耶稣的牺牲的热情的时候 耶稣基督并他定时下 同样会使我们 产生同样的热情 我们就会更加愿意 去做他独特呼召 你在这个世界上 要做的工作 神可能呼召你 成为一个 父母亲 教养儿女 神可能呼召你 要成为一个科研的人员 去在这个世界上 做研究 神可能呼召你 就是开一个餐馆 为这个世界提供 美味加热 或是 神可能呼召你 让你开一个餐馆 为这个世界提供 美味加热 无论是任何一个工作 无论是任何一个工作 神都可以用这个工作 来呼召你 服侍这个世界上的人 而当你意识到 他为了拯救我们 所做的一切的时候 我们生命的一律 骄傲 自卑甚至是焦虑 都会消失 因为我不需要 比别人富裕 我不需要比别人更健康 我不需要比别人更健康 我不需要比别人更酷 我不需要比别人更有权力 或者我不需要比别人更安逸 我不需要这些 来体现我的价值 因为我的价值 已经在神的呼召 和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 完全地体现出来了 所以当无用的摩西 被神呼召的时候 神好像在对他发出一个挑战 被神经历了 摩西 你经历了四十年的意气风发 你经历了四十年的意气风发 又经历了四十年的消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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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你愿不愿意在神的里面 重新找到生命新的意义 我们当然熟悉出埃及记的故事 最后发展 我们知道摩西 因为接受了神的挑战 他踏上了一条 充满着困难和泪水的路 也是不容易的 但他在这里重新找到 自己生命真的价值 就是与神同行 为他而活 就是亲爱的弟兄姐妹 就是兄弟兄姐妹 今天同样 神对你对我 也发出同样的呼召 虽然环境看来 我们看到很多不可能 如果我们看到的状态 很多东西都不可能 再看看我们的能力 我们也真的是有限 但我们愿不愿意相信祂的话 但你愿不愿意相信祂的话 按照祂的心意 去做我们手中的工作 用从祂而来的热情 去实现神在圣经 彰显出来的意象 帮我们可以像在这里的摩西一样 从一个只想看意象的人 而当我们在末后的新天 新天新地 歌唱敬拜的时候 这就成为神 如今呼召我们的证据 愿神帮助我们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 愿你帮助我们 主愿你藏着你的话语 看到我们的无用 看到我们生命如同经济一般 但是让我们更加看到 你愿意与我们同行 但我们更能看到 你愿意与我们同行 就像你愿意与摩西同行一般 像你愿意与摩西同行一般 主啊愿你不要忘记 我们生命的呼召 愿你在我们如今手上的工作 看到新的意义 让我们拥有一个新的热情 让我们拥有一个新的热情 让我们更新我们生命的价值观 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的价值 不在于任何的环境 不在于任何的事 让我们因此而得自由 主啊愿你使用我们 使用我们的时间 使用我们的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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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我们的恩赐 使用我们的一切的一切 让我们可以服侍这个城市 让我们可以服侍这个城市 让我们充满的热情 让我们充满的热情为你而活 让我们充满的热情为你而活 从耶稣基督的圣明祈求 在我们的满的热情为我充满的热情